我们的镜头带你到绿岛看到这样的怪现象 绿岛全岛的只有一座加油站 经常在这边大排长龙游客相当的多 不过周边居然出现了卖汽油的小贩了 他把汽油装进宝特瓶 一瓶一瓶像是饮料这样在卖 不但没人取缔 生意更是好的不得了 华氏新闻独家报道 到绿岛想要骑机车环岛 得先到这几层一团的加油站 报道加油 全绿岛就这么一家加油站 还得要有人拿扩音器出来大喊 维持秩序 许多人不耐久后 往对面一看就发现了另外一条出路 有专门卖油的小店家 赶紧骑着机车过去加油 卖瓶装油生意好的很 每个人都拿着漏斗 小小这么一瓶600cc宝特瓶 只装了三分之二400cc要卖你30元 低时间游客们都不觉得贵 但400cc的油到加油站去加 根本不用这么多钱 虽然好赚但违法的项目却不少 未经许可资设加油站 违反了石油管理法 加油设备简陋违反了空污法 没有消防设施违反消防法 卖油不开发票 又违反了税捐急增法 如果出了意外 就触犯了公共危险罪 有灾或太阳直接造势 会不会有哪些问题 我们不知道 会再邀警方及相关单位 进行取缔 绿岛卖瓶装汽油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让业者做违法的卖油生意 难道意外发生 再来检讨吗 这一点台东县政府 可得要好好的想一想 记者黄柏林 陈君毅 台东报道